好 那要複製檔案的話就是用CP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這些檔對不對 我如果要把這個檔案 比如說TEST的這個檔 我們要把它複製一份就CP TEST.txt到TEST1.txt 對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兩個檔案一模一樣對不對 只是時間不一樣而已 這是什麼 新的 這是舊的 一個在3月9號鍵的 一個是3月23號鍵的 這樣可以吧 那檔案內容大小是一樣的 這樣520個byte 可以齁 這是CP 那另外一個是RM 把檔案殺掉 RM 把誰 把這個DST1點 刪掉 這樣他就被刪掉了齁 好 那除此之外 如果要建一個目錄 然後把目錄刪掉的話 比如說 MKDR是建立一個目錄 TEST FOLDER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建立的FOLDER在這裡對不對 多了一個目錄在這裡 OK 齁 那我要把它刪掉的話 你用RM-R 然後呢 TEST FOLDER 這樣子 他就會刪掉了齁 來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被刪掉 所以 -R齁 這個RM-R的-R是代表說recursive 遞回的去刪除檔案 齁 比如說這個目錄底下還有指目錄 指目錄裡面又指目錄 然後裡面有很多檔案 那你要殺的時候 你變成要從最深的那一場的檔案殺掉之後 殺完再把目錄刪掉 目錄刪掉之後再把其他檔案刪完 再回到上一場去把 剛剛的目錄刪掉齁 這樣的方式一直遞回把它刪到 全光 然後呢 再來才可以把檔 把這個目錄的名字刪掉齁 所以它是一個 遞回刪除檔案跟目錄的一個操作 演算法齁 好,那-R之外呢 我如果要做這個 移動檔案的話 移動檔案 比如說 來看一下齁 我們這邊有test.txt 那我要把這個檔呢 移動到上一層去 我們要放在這邊 我把它移到上一層 我們來看一下檔點 上一層有一個download對不對 假設我要把test.txt 這個檔呢 搬移到 搬移到download downloads裡面 我要怎麼搬呢 我叫mv mv呢 就是move 搬移的意思 搬移誰呢 把我現在的檔案test.txt 搬移到上一層 的download 這裡面 然後enter 它就移過去了 真的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檔案還在不在 不見了 那我們 回到 我們跑到這個download裡面去看 是不是有在裡面 就在這裡面了 好 那我們再把它搬回去 move 然後呢 test 這個檔 我要搬移到上一層 底下的workspace底下 然後我搬過去 我要把名字改掉 比如說 kk.txt 這樣 那就是搬過去 而且名字改掉 所以來 我們回到 這樣子 各位有看到吧? 搬回來了沒有錯 然後名字也改了 改成什麼? kk.txt 所以 move呢 mv呢 不只是可以搬移 而且可以改名字 而且可以改名字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要改名字 mvkk.txt 換回原本的test.txt 所以前面是舊名字 後面是新的名字 這是舊的 這是新的 好來看一下 看這個是不是有改成功 有沒有 剛剛的這個 kk.txt 現在變成test.txt 這樣有改成功 好 那我們要看檔案內容呢 有很多做法 其中一個呢 是cat 好 txt 就可以看檔案的內容 然後如果這個檔案很大 我們要看內容呢 可以用move的方式來看 比如說我們切換到vr 底下的log 那這裡面有一個檔 內容非常多 這是我們的message message 這個檔案 各位可以看起來它很大 對不對 內容應該很多 所以我們要看它的內容 我們就用什麼move 然後呢 這個message message 好啊不能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那我們要加sud 哦 所以這樣就可以看到內容對不對 然後這按 空白鍵它就可以往下 啊 1% 如果到中間 你已經不想看了 就按q就可以離開了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move的指令 那move呢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它的缺點 就是它不能 往回看 你只能往後看 你按空白鍵會一直往下 有資料可以看 但是 它沒辦法往前 所以如果你想要往前往後都可以看 那你就是要用什麼 list list 然後呢針對檔名 這樣子 好那你就可以按空白鍵往後看 然後你可以按向上向下鍵去滾動 找你要的內容看 這樣子 這樣ok嗎 然後按q就可以離開 所以這是list的好處 好那另外呢我們在log檔裡面啊 經常就是有資料寫進來之後 都是寫在檔案的最後面對不對 有訊息進來它就寫在最後面 好假設你要看這個訊息呢 你要看最尾巴的資料 我不用這樣前面90% 一直往後滾滾滾到最後 不用這麼麻煩 你直接打 tail 尾巴 tail就是尾巴的意思 然後針對哪一個檔 好那就是最近的 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ok 那你就會發現你做了什麼事情 都被記錄在這邊 successfully active ok 好那這就是一些 你操作的時候的這個什麼訊息呢 會被記錄在這邊 好所以這是什麼tail 用尾巴的方式呢去看 那再來呢我們要建立一個空檔案 touch 就是建立一個空檔案 這已經講過了 好那你要建立一個目錄呢 用mac directory 也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是建立 軟連結 soft link 這個的概念就是說 好那我們在這邊呢 假設我現在建一個 我在 workspace裡面 我又建了一個目錄 然後到 kk底下呢 我又建了一個目錄 叫r 然後我在r裡面呢 有一個檔案 然後我就 比如說 產生一個檔案 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好 我們有一個檔呢 就是 current data對不對 好那我cat一下 看他有沒有資料 cat current data OK他是有資料在那裡面的 那如果說 我現在在 我的家目錄底下 那我要直接連過去 你是不是要打很多層 那你要打這個cd 切換到workspace 底下的kk 底下的rr 對不對 要打很長一串 所以你可以用ln-s 的方式來做 -s 就是softlink 他會做一個連結 連結到哪裡 連結到目錄 還有檔案呢 對應好之後 最後才是給名字 比如說我在這邊呢 ls-s ln-s之後呢 我要到 workspace底下的 k 底下的rr 底下的這個 colenderdata.txt 好 那 我們要給一個名字啦 比如說這個 我名字叫做 colender data one.txt 這邊呢 只是要告訴各位說 名字不見得要一模一樣 不見得要跟他一模一樣 你這個名字可以取自己的 那我只是做這樣的一個識別 讓各位了解說 這兩個 是可以不一樣的 當然你說老師那我要用一樣可不可以 沒有問題 你用一樣也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按enter 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他多了一個這樣子 鍵號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就是你剛剛鍵的連結名字 這是連結名字 他指向 有個減號 大語 他指向 workspace kk 的rr 底下的colenderdata 那我們 比如說我現在打vrm 我在編輯他 或者我用這個什麼 colender 然後呢 減y 然後我再把它append 兩個大語 代表append 放到哪裡 colenderdata 我們colenderdatae.txt 我們colenderdatae.txt 好 我們看一下會有什麼變化 本來的檔案大小 我們看一下檔案大小有沒有變 本來檔案大小是27 對應到過去這邊 這是連結的部分 那我們來cat Cat Cat 這個home 我們從這邊開始 Wworkspace底下的 KK底下的 R底下的 Currenderdata對不對 那資料是長這麼多對不對 除了 三個月的然後2020年的 這樣可以吧 跟我現在cat 在我 κ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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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這個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它只是一個連結 它並不是兩個檔案 它是用一個連結指標 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什麼 捷徑的概念 好所以LN呢其實還蠻常用的齁 如果是硬連結的話齁 那你移動的時候它就會 跟著移動齁 它會自動把連結的資訊呢 這個更新掉 但是它的缺點是它不能 支援目錄 也就是說你不能對應到一個目錄啦齁 那我們在講連結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只是 要做一個連結 連結到那個目錄下去 未來我們做APA器的 演練的時候各位就會看到這個東西齁 好那如果說 你要看硬碟的這個使用量 可以用DF這個指令來看齁 -H可以讓資料呢 更容易閱讀齁 比如說DF-H 可以看出來 有哪些切割 然後呢它分別是多少 然後它 AVAIL 代表可用的 可用有1.9G 那目前使用是0 它大小是1.9G 使用率是0 所以哪一天呢你發現 欸系統一直怪怪的 那你可以用DF看看是不是有哪一個磁區 有哪一個區塊呢 已經可用空間滿了 就造成你的系統緩慢 那你就要再去調整 這樣知道齁 所以通常我們在 維護的時候會去注意哪些 地方磁區呢或分割區呢 快滿了 那我們就是要做一些應變的處理齁 ok 就是DF的作用 好 那再來就是查 本目錄底下檔案的使用空間 怎麼做呢 DU 同一篇上面有寫到DU Enter 它就會把每一個目錄底下 它的所佔位置是多少 這樣數字很難看對不對 一樣的你可以加什麼 DU-H 它佔掉幾妹 那你就假設你要清空間出來 給這個系統去使用的時候 你就知道哪一個 比較哪一個目錄齁 你覺得那個就是一堆 平常放置臨時檔案的齁 沒什麼重要性的 而且它佔量比較大齁 那你就可以去把它刪除 所以你可以看目前目錄底下 有哪一些的這個檔案齁 這很長一串齁齁 那各位記得嗎 很長的時候就可以加什麼 加mall的這個指令進去 怎麼做呢 減了H之後 加一條直線 然後打mall 對 它就會這樣子可以看 OK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找 到底是哪裡佔空間最多 如果它對應到的這個檔案 又不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刪除 那會群呢是用來尋找檔案 然後它是在環境變數裡面有存在的 它就可以找得到 然後會只是你要查詢這個檔案的完整檔名 那你可以去查詢它 那locate就是查詢檔案在哪裡 然後find的話就是說 去這個檔案系統裡面找特定的檔案齁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我要find 我有一個檔叫做colend data 點txt 我要知道它在哪裡 我要知道它在哪裡 那 such file colend data 它告訴你線型沒有 所以它往下去找 從這邊去找底下底下 到最後找到這邊 它一路找下來到這邊才找到結果 所以它告訴你用find 可以去找檔案 可以去找檔案 好 那備份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ta這個指令 然後ta是用來打包用的 那它參數非常多 那一樣的在linux底下的好處 就是說你隨時都可以去看它的操作手冊 所以打menu的man 然後呢ta 它就會有很多指令告訴你 c是做什麼 d是做什麼 t是做什麼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如果要備份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 c呢代表compress 壓縮 然後v就verify 然後呢 是做成zip的壓縮 好 那這是要把誰壓縮 壓縮完的檔名在中間這裡 黃色的部分 減G呢是我產生一個檔案 它只是記錄時間 為什麼我們要做增量備份的時候 它要去檢查這個檔 時間 檔案 在這個目錄底下的哪一個檔案 跟它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它就會備份那個檔 所以我們來操作一次看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我這裡面假設有一個workspace 好workspace 那我要把它壓縮起來 打爆並壓縮 那我就踏 然後呢 z c c 壓縮 vf z 然後呢 再來是 backup 然後通常我們會打上日期 是什麼時候備份的 23.tar.gz 好 那針對誰呢 就是workspace 底下 就把它做壓縮 然後打爆 然後呢 我們就減G 產生一個snapshot 一個檔案 這個名字你可以隨便給啦 但是我們 呃 用比較有意義的 來 看呢 比較容易 了解那個檔是做什麼的 好 那它就把它備份起來了 它就把它壓縮 好 那有一些新的 它就把它做起來 好 來壓縮 壓縮 起來 那處理完之後呢 打爆壓縮完 你就可以看到 它多了一個紅色的檔案 就是打爆並壓縮之後的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假設呢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要把它解開的話 好 那我們不要解在這裡 我們 找一個 臨時的目錄 然後把它搬進去 好 搬進去 CP好了 CP backup 到 temp 目錄底下 好 那我們到這邊來看 我們有這個檔對不對 那我要解壓縮的是 TA TAR 然後呢 解壓縮是X VFZ 就是把C改成X而已 X呢 就是代表解壓縮 然後針對誰呢 這個檔 Enter 好 那它就把它解開了 來看一下 你是不是看到work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產生了這個 剛剛的內容 就再出現一份了 對不對 它就一層一層下去 都有 對吧 它就是還原回來了 解壓縮 然後把路徑整個完整的回復起來 這個就是什麼 TA的作用